秘密潜入校区 警察找到了监控录像 女个这么多活动 很像个男的 男孩到楼下玩耍 却再也没有回家 他已经可以说是别的失踪了 陌生人频频打来电话 终于跟出了一半五十万了 还有二十多万在录像 我这让我孩子接电话 让我跟他说两句行吗 三个人 一辆车 全部人间蒸发 会不会这个先生 是有一定开始问他的 如果报警 马上撕票 警察都怎么弄的 到现在我孩子还没救出来 有丢成身上 其实是有压力 稍后今日说法为您播出 解救命令 这是一段河北省邯郸市 一个小区里的监控录像 2013年6月14日 晚上9点04分14秒 一个小男孩 沿着九号楼 向最里面单元的方向走着 15秒钟之后 摆脚处的一辆汽车 突然打开车灯 小孩似乎是听到了 那辆车发动的声音 快步往前跑了两步 与此同时 那辆车也发动起来 向小男孩行走的方向 拐了过来 屏幕左侧走过来一个人 9点04分57秒 小男孩被推到了车里 似乎小男孩又挣扎了几下 让反抗显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车辆向后倒 这时周围并没有其他人进过 紧接着 这辆轿车掉了个头 朝相反的方向开去 当这辆车彻底 从画面中消失的时候 屏幕上显示的时间是9点05分08秒 也就是说 从小孩出现 到这辆车离开现场 前后只用了1分54秒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不知道您注意到了没有 刚才的那段监控录像里 有几个比较明显的细节 当屏幕左侧的人 开始走向小男孩的时候 这个小男孩并没有在意 当那个人开始扑向他的时候 这个小男孩本能的向后躲了几步 但是最后还是被抱住了 挣扎了几下 就被抱上车了 这些细节说明 小男孩和扑向他的这个人之间 他们彼此并不认识 这说明 这很有可能是一起绑架案 如果他是绑架案 那绑匪事先一定经过精心的设计 因为从实施作案到逃离现场 他一共只用了不到两分钟 这会儿绑匪是谁 他把小男孩拉到哪儿去了 这个小男孩最后的命运又会如何呢 张女士是这个小区九号楼的居民 她的儿子佳佳今年九岁 每天吃完饭之后 都会到楼下小区的花园里 和一些小伙伴一起玩耍 往常她玩到晚上九点多就会回来 可那天马上就晚上九点半了 她的儿子佳佳还没有回来 张女士着急了就下楼去找 晚上十点十七分 突然佳佳妈妈的手机响了起来 打过来的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第一句话就是说 您还要不要你孩子了 我说要啊 我就挺着急的 我就哭了 结果多少钱 我说我手边就几千块钱 她说过一会儿让你孩子给你通电话 别抱着 就抱老顶就见不到你孩子了 我就是腿转了 不会走 佳佳的妈妈 赶紧给丈夫打了电话 佳佳的爸爸是个生意人 除了经营房地产业 还做了药材等其他的几种买卖 这几天 她正在山西谈生意 接到电话后 佳佳的爸爸赶紧往回赶 已经速度起到六块 开了二百一百 哇少了一小小 我在工作中做的 这次就崩溃了 就他人玩吧 可以说啥 在工作中做官一靠 气不成熟 二十二点五十分 寒丹市公安局接到了报警 售下来排断了一个优秀的命运 到这个北邦任职家 运定他们的庆史 应对邦菲的要求 第六块呢 我们就分几个猪 对夏昌周围 加口进行调加口 争取付下邦菲的任车 这些规矩 因为邦菲曾经说过 只要报警就撕票 因此警察的一举一动 都需要非常的谨慎 当时 邦郸市公安局的副局长 贾文君 下了这样的一道命令 所有参与办案的警察 在外出侦查过程中 必须着便衣 不能使用警车 要使用民用车辆 一旦发现情况 迅速行动 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以最安全的方式 解救小嘉嘉 23.03分 嘉嘉的妈妈 又接到了邦菲的电话 500万 500万 他跟老大说说 400万 然后停了半天 我孩子就在电话里 说了句 妈妈 有人给你们要钱 当时受害人的母亲 就提到 给邦菲10万块钱 但是邦菲 当时说了一句话 以你们的家点 至少得500万 因为受害人 他的家庭确实不错 可以这么说 他也有这个经济实力 所以当时指挥部判断 有可能这是熟人作案 报案之后 指导员杨晓东 身着便衣 来到了受害人的家里 熟人作案的话 这就是需要通过 这个与受害人家属的 直接沟通 去了解这些情况 有可能没有什么经济纠纷 有没有这个男女关系 尽快去发现线索 在杨晓东的引导下 家家父母的情绪 慢慢平稳了下来 两个人开始仔细的梳理 最近是否得罪过什么人 夫妻俩平时为人本分 起初都没有想到有什么仇人 后来还是家家的爸爸 突然想起了两个人 有两个朋友借过我钱 哪三个一万两万 到现在也没有一万 一个是他原来的生意伙伴 后来失败了 另外是同一个小区里边的一个物业人员 向他借过这么几千块钱 近一段时间又向他借钱 后来小孩的父亲说 前一段时间我借他几千块钱都没有 现在又借过我钱 所以我就没有借给他 怀疑是不是这两个人 要去这两个人的户籍信息 往后找到了这两个人的现在的居住地 但是我们并没有直接触动这两个人 而是通过他的周围的一些邻居 包括他的平常结交的一些人员 对他进行外围的调查和了解 同时我们调查了解到 这两个人在案发时 并没有在汉南室内 也就是说这两个人 他不具备作案的时间和空间 所以当时把这条线索也就给否掉 那么还有没有可能 是因为家庭关系产生了某些变化 而导致家家被绑架呢 我们也和受害人的父母 做了比较深入的交流 而且通过他一些结交的朋友 外围的一些社会关系 包括他的一些家庭成员 亲戚朋友我们也了解 受害人的父母并没有这方面的因素 所以这条线索也就否掉了 就在杨晓东进入受害人家的同时 另外两个警察身着便衣 悄悄地进入了校区 他们的任务是找到家家 被绑架时的检缝无效 半小时后 自责调取监控的王超东 找到了节目开始 我们所看到的这段监控视频 穿了个白褂 从监控上看 应该是个女的 但是突然你发现了动作 女的根本做不是个动作来 那个腿的姿势 下蹲姿势 各方人分析 很像个男的 你怀疑是不是 知道这有监控探头 然后经过伪装 这种情况 当时把这个情况反映给指挥部 指挥部说不能拍出这种情况 监控视频上 侦察员能看出 绑匪乘坐的似乎是一辆桑塔纳轿车 但车牌号就完全无法看清 那么这辆车 在开出小区大门的时候 那里的监控摄像头 会不会拍到车牌号码呢 这是这个小区门口的 这个出口的监控 它应该是 它从这儿 这儿出来 看这些车吗 对 看这些车 这个车车出来了 跟那个时间是相似的 是什么黑色的 颜色现在具体看不太清楚 目前肯定是那样深色的车 车型现在不敢的 停了一下 往后一倒 然后把这个车让过来了 这个时候出门 前面是那个起落杆 跟着这车 速度很快 速度很快 出去了 车牌号是看不清楚的 遮阳板 遮阳板是放下来的 正好遮了很尾 所以它之前还是先过准备的 对 还是先过准备了 从这方面看 越来越像蓝色 这个车 这时候感觉越来越像蓝色 从近距离看外形 像是普桑 主座一个人 副座没有人 小孩可能是在车后面 小孩刚才从第一个绑架的监控 看着它已经是放在车的后座上了 那它为什么要开这么快 这几个人的车呢 当时咱们了解了一下 这个小区进门和出门也是很严格的 要求刷卡 每车一杠刷卡才能进入 既然是嫌疑车辆 有可能它没有那种卡 所以说它需要跟车 往下出 这里同样看不清车牌号 唯一的希望就是找到车辆进门时的录像 侦察员在公安网上检索后发现 这辆车的主人是永年县人 指挥部马上派人去永年县 对车主进行了调查 随后的侦察证明 这辆车确实是被卖出去了 专案组一方面派人继续寻找这个买家 一方面努力尽可能多的 找到这辆车的相关信息 侦察员调取了这辆车 往日经过路面卡口时 被摄像头自动拍下的照片 他们把这些照片和监控录像中的嫌疑车 进行比对 他们发现了问题 我发现这个车标 这个车标是一二三四五个 上三下二五个车标 这儿就是两个车标 这儿就是两个车标 很明显不一样 那有没有可能是他作案的时候 把其他车标给借掉了呢 这个车标是不好借的 车标沾车上以后 他接的话 他是有痕迹的 而且接不完全 所以说他肯定会留下痕迹 但是这个车上没有 接到别的痕迹 所以说明他俩其实不是一辆车 他俩应该不是一辆车 这个车应该是个套牌车 进一步调查之后 警察确认 这辆嫌疑车确实是辆套牌车 所以通过车牌 找到绑匪的线索 就此中断 绑匪乘坐的这辆桑塔纳 会开到哪里去呢 一组侦察员正在寻找这辆车 行进方向沿途店铺的监控一下 公安局 我说看一下你们这是监控 对吧 监控在哪里 那边 那边 从西方东 沿途的这个录像 效果并不是很好 而且是晚上 视线也不好 而且角度也不好 没有反应来有下值的线索 沿途路面卡口所拍摄的画面 普遍会比较清晰 他们会不会拍到这辆车的行踪呢 这个里边也并没有反映出来 这个车辆的轨迹 所以当时我们也在考虑这个情况 会不会这个闲人是有意避开室内卡 距离家家被绑架 已经过去了五个小时 家家的父母一直没有吃饭 更无心睡觉 当时家家的妈妈寂静崩溃 我对小孩子是不是挂在一个孩子的地下室里 还是孩子挂在一个卖人的后备箱里 孩子怎么度过几天晚上 我老婆一直在 他站在这的时候应该吃尝了 应该吃早餐了 这个时候应该坐在上方看电视了 这个时候应该先去玩了 他老实在说这个事 他已经可以说是有点失常了嘛 我就想我孩子 从小到大没理解 我现在在哪里 让你拉到哪儿去了 见不到我孩子了 绑匪车辆突然现行 再往前 没有牵红的架 郊区 发现了神秘小院 这个朱镜中 同时在这个受害人居住的小区 也有一套厨房 绑匪再次来电 让我孩子跟我说两句话 现在抽到多少钱了 抓捕之前 绑匪的车辆突然开走 是嫌疑人要转移小孩 还是我们布控的民警 被嫌疑人发现了 解救命令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从小男孩家家被绑架 直到现在 时间已经过去五个小时了 家家的父母很着急 警方也很着急 同时 警方的心理压力更大 因为他们的对手 似乎为了这起绑架案 做了非常周全的准备 第一 他们开的是一辆套牌车 第二 这辆车在进入小区的时候 他们把遮阳板放下来 避免被监控录像拍到脸 第三 在逃出小区之后 他们的行车路线 故意避开了沿途的监控摄像头 以免轻易被警方追查到 警方也排查了家家父母所有的关系 但是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这是一伙怎样的绑匪 面对这样的对手 警方该如何应对 小男孩家家又能否得救呢 家家被绑架之后 时间已经过去了五个多小时 这段时间里 绑匪和家家仿佛人间蒸发了 绑匪连电话也不再谈来 那么他们到底在哪呢 当时就指控部有考虑啊 这个车应该是使力 凌晨三点左右 警察们终于在邯郸城边的一个卡口 发现了这辆车的踪迹 侦察员马上向这个卡口移动的方向行驶 到沿途安装监控探头的店铺 去调取检控录像 希望从中发现这辆车 接下来的行动轨迹 凌晨五点钟 他们又有了发现 当走到小北谷村附近 路南有个店里 有个这个民营的探头 调取的画面里面 显示出这个 车辆拐入这个孙间公路 警察从这里继续向前寻找 可前方的店铺 却再也没有检控录像了 小北谷村这个录像 是周边几个村 唯一的一处检控录像 而且是唯一能照到 嫌疑车辆的 就这一处录像 再往前 没有检控录像 所以他周边相连的 这四个村 当时指挥部就决定 把他作为重点 进行抹排 这就很有可能是 嫌疑人藏匿的地点 从最后一处 拍摄的绑匪车辆的 监控录像地点 向前一共有四个村 绑匪去了哪呢 天亮以后 侦察员化妆成农民 在这四个村开始进行走访调查 借用当地群众 电动车的 或者自行车的 我跟同事一会儿化妆 真差 可以编个旅游的 就说 这是找亲戚的 亲戚的车 适量跟嫌疑车辆这种 三辆纳车 符合这种车型的 打听打听 早晨八点钟 电信部门刚刚开始营业 另一组警察就开始了 对绑匪电话号码的调查 侦察员查询后发现 这个绑匪的号码 并没有登记机主的信息 而电信部门只能确定 这张电话卡的销售区域 侦察员只好在这个区域里 挨护走访 卖手机卡的小商铺 希望找到 买这张手机卡的人 两批警察 正在紧张工作的时候 上午九点三十四分 家家妈妈的手机 又响了起来 打来的又是那个号码 之前指导员杨晓东 已经反复告诉了家家的父母 怎样应对绑匪的电话 如果对方提出条件和要求 你不能马上回答的时候 你就采取一些拖延的措施 为我们公安机关破案 解救孩子 创造条件 争取时间 我姐娘我首先我就说 我是孩子怕宝 你抽钱抽是怎么样了 我上午已经抽了八十多网了 我说不行 我想我的八十多网才给了你 我不要抽 那八十网你放了孩子 能不能 我听听孩子的声音 王妇当中说 孩子不会在我干事 你孩子想的绝对安全 你不用讲那么多 你就抽钱吧 他就被电话挂了 因为倒是情绪也控制不是还好 说好多多继续 反而是不得时间拖的很长 在这个电话里 由于绑匪没有答应家家的父母 再听听孩子声音的请求 家家的父母对家家的生命安全 更加担心了 挂完以后呢 孩子的父母的情绪更加不稳定了 不断向我问一个问题 公安机关是否能把孩子顺利解救 我再一再告诉他们 请你们相信公安机关 当时我的饲养情绪也是很紧张 也是不断的跟指挥中心在沟通 在15日上午11点左右 化妆侦察的警察发现了可疑情况 在后景头村 村北 有户属于是寒南市人 在那边盖着自建坊 然后再又到附近 通过这个邻居了走访了 这个反映出来什么 有三塔那轿车 从这这个进出的情况 平常是大门紧闭 但是院里的这个房屋呢 没有门窗 也就是说这个房屋不适合人居住 当时我们就怀疑 这两天有车辆进出 但是这个房屋并不适合居住 他为什么来 那么绑匪和人质 会不会就在这里呢 情况没有弄清之前 侦察员不敢贸然行动 专二他们到了村委会 调查这种房子的情况 指挥部的警察 马上调取了朱俊忠的户籍信息 我们从公安网上 他的信息资源里了解到 这个朱俊忠同时 在这个受害人居住的小区 也有一套住房 而且这个住房 距离这个受害人 他的住处非常近 结合之前熟人作案的这种可能性 所以我们判断这个朱俊忠 他的嫌疑就更大 警方立即对这种房子进行了布控 整个这个房前房后 当时的地形都仔细勘察一遍 然后我们分成四组 分别在这个东西南北 就是确定好这个地方 与此同时 警方也对朱俊忠 在邯郸市里的那个小区住所 进行了监控 我就观察一下 嫌疑人居住楼层的那个周围环境 在观察环境的过程中 也就下午两点左右 这个突然发现 这个朱俊忠出来了 上了一辆这个奥托车 在民警当时跟上 我就跟着他呗 是吧 那咱们走81919 车牌号是GD81919 经过调查 警察发现这辆车的原主人 叫郑洪强 而他把车卖给了一个 叫城长山的人 城长山和朱俊忠 都是这个魏宪老乡 而且都有盗窃机动车的前科 这个同时 咱们同时把它列为 这个重点人员 进行跟踪 警察注意到 车上除了朱俊忠 还有一个人 这个人是谁呢 车里是否还有其他的情况 我在他后边 车上俩人 跟上了 我在他后边 车上俩人都带着帽 看不懂 对 有两个带帽 专业组决定 让另一辆警察使用的车辆 向这辆奥拓迎面行驶 进行辅序观察 经过辨认 警方确认 坐在车里的另外一个人 正是这辆车的现车主 城长山 看到车内是 驾驶位和副驾驶位 分别坐的是 城长山和朱俊忠 只有他们两个人 车内并没有看到孩子 指挥部就是当时决定 就是对这辆车 继续进行跟踪 接下来 奥特车一直在 邯郸市内的几条街兜圈子 负责跟踪的侦察员 既要盯紧车辆 又要避免暴露 跟踪的难度越来越大 嫌疑人开车失快失骂 而且是左顾右胖 他一紧张 他也怀疑 而且是在执行车道 他会突然变道 这都是防不可防的 如果咱跟着他车 咱在执行车道 他突然变道 咱不可能跟着他 也突然变道 所以说这个时候 需要前面有一辆车 或者是后面 两辆车 一辆在执行车道 一辆在左转转车道 就为了防止他 突然变道车 下午14点57分 绑匪又给家家的妈妈 打了电话 接电话之前 侦察员杨晓东示意 家家的妈妈 把通话的内容录下来 大哥 我那个 就已经出了150万 还有20多万在路上 让我孩子接电话 让我跟他说两句行吗 不要扶你再过去 关电话了 你也再过去 过去关电话了 让我孩子跟我说两句话 行吗 现在抽到多少钱了 你现在手里有130万 20多万 又在路上 正往过送了 现在你别哭 现在抽到多少钱了 电话里 防匪仍然没有答应 家家的妈妈 听一下家家声音的要求 前后两次电话 家家的父母 都没有听到孩子的声音 这个电话挂断后 家家的父母 一下子全部崩溃了 几乎是用质问的口气 在对我说 你看 已经 孩子已经被绑架 这么长时间 孩子还没有一点消息 如果不公安机关 不能破案的话 我们就把钱打过去了 根据侦破的经验 如果家家的父母 给了绑匪赎金 家家很可能 马上就被死掉 为了稳住家家的父母 杨指导员 做出了一个冒险的承诺 如果不能顺利 解决孩子 我这个指导员 我不干 杨指导员 在做出这个承诺之后 家家父母的情绪 渐渐的平复了下来 说完之后 我心里稍微放心了 警察不会就是不乱说的 肯定心里有点点 是吧 我照才立马冷静下来了 别人就吃了点东西 然后我到里面休息会 但是指导员杨晓冬的心里 却非常紧张 虽然他知道 警方已经对两名嫌疑人 进行了监控 但是人质能否成功获救 目前仍是个未知数 我这样的承诺 也是有一定的风险性的 如果说真是不能解决孩子 我将来以后 怎么面对这个孩子父母 几乎就在杨指导员 做出承诺的同时 调查绑匪电话的警察 有了收获 看这个号是不是从那这卖出去的 157段 157 032年 菜多了 每天人来买号 菜多不好吃 帮个忙给查一下 咱这儿有登记吗 没有登记 没有登记 对 买完就走 有点长什么样子 这几乎清了 咱这儿有监控吗 有 在监控录像里 侦察员发现了买电话卡的人 经过调查 警察确认 这个人就是朱俊忠 至此 朱俊忠被锁定为犯罪嫌疑人 与此同时 对奥托车的跟踪 一直在继续 下午6点左右 奥托车停在了路边 侦察员看到 朱俊忠下车之后 又坐进了一辆白色吊车 随后开走 而开奥托的 还是那个城长山 朱俊忠的这个车 当时返回了 被绑架的孩子 居住的那个小区 也就是 他在那个小区的住房 所以当时是 指挥部就决定 参与跟踪的这个民警 就地对他住处进行顾控 城长山开着奥托车 到了一家宾馆 住了进去 侦察员向宾馆前台服务员 打听到了 城长山所住的房间 随后 他们在这间房间的旁边 又看了一个房间 对城长山进行近距离监控 同时 对城长山停在楼下的奥托车 侦察员悄悄地做了一次检查 也没有发现 车上有这个 有可能藏匿小孩的这个可能 所以当时 这个指挥部判断 就是孩子 并没有在城长山手里 至此 警方确认 犯罪嫌疑人 除了朱俊忠和城长山外 至少还有一个人 至少还有另外一名嫌疑人 对孩子进行看守 也就是说 这个案子上 至少是有三名嫌疑人 绑匪购买食品 送进审议小屋 认知 九亿年代替 行动即将开始 绑匪却突然离开 不能动手 冲进了房间 孩子就并不在床上 凉杆黑洞洞的枪口 停在他头上的时候 把他惊醒 解救命令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晚上九点左右 在宾馆布控的侦察员 看到城长山走了出来 他到了一个小超市 买了些东西 当时侦察员跟着他 进了超市 发现他购买的这个 有靠天水 面包 这个火腿肠 而且还有一些 小孩吃的零食 这就更引起我们的怀疑 随后 城长山拿着这些东西 向后景头村开去 他进入村里以后 当时我们的车 因为这个村里的道路 非常狭窄 怕引起他的注意 所以是跟踪的民警 就在村口守候 并没有跟他进去 但是我们心里是有底 因为这个朱俊忠的 自建房那 有我们布控的民警 果然不久之后 在朱俊忠自建的 房屋旁守候的警察 发现了情况 发现一辆奥特车 开到朱俊忠门前 然后从车上 拿了是类似于这个水 还有火腿肠 这种食品 进到这个院里面 马上 咱给这个指挥部领导 汇报过去 城长山买了这些食物 是不是要带给人质吃的呢 家家是不是就被关在 这个屋子里呢 如果是 就要马上动手 而一旦警方采取了行动 发现人质并不在里面 则解救行动曝光 人质就可能面临 巨大的危险 但是现在不动手 则又有可能措施良机 一道艰难的选择题 摆在了专案组 指挥部的面前 指挥部的任务 一家也有风气 我们都各自击击 最后 根据我们的一些提供商 一些庆报 最后一直认为 认知就应该在这里 所以 这个国家 我们排班 进行了 这就认知进行了抓捕 我们分级一号 一二百号 只能听到 有纠成神 就是一成 要是把小号 这个认知不在下场 那我们公布就是个失败 或者就是个事物 这个 其实 有洋理 专案组命令 晚上十一点钟 一组警力 冲进房屋去解救孩子 抓捕保围 如果成功 马上通知 在城里 朱镜中楼下布控的警察 对朱镜中进行抓捕 命令下达后 后警部村抓捕小组 马上进行部署 而当部署即将完成的时候 警律在小屋外的凹凸车 却突然开走了 就马上抓捕过来 发生贤人 突然就离开了个地方 因为当时天色比较黑 而具体不敢离那么近 所以具体贤人 是几个人上辆车 才不敢确定 当时我们就分析 是贤人要转移小孩 还是我们布控的民警 被贤人发现了 按照指挥部的考虑 会不会孩子 被他们转移了 在不能百分之百 确定孩子安全 或者百分之百 确定他藏密地点的时候 不能动手 继续对这辆车进行跟踪 6月16日零点左右 这辆车 请在了成长山 所住的宾馆门口 接着 侦察员看到 他走进了宾馆 这个成长山 他是一个人下的车 返回他的房间的 看来人质并没有被成长山 带进宾馆 那么家家会不会被藏在车里呢 在确定了成长山熟睡之后 侦察员决定检查一下 当时我们走到车坑前 对车内的情况 进行观察 轻轻敲击后北厢门 而且在车内 包括车门 车缝周边 没有发现有血迹 或者有可疑的地方 包括车内 也看不到 有孩子活动过的迹象 当时是判断 车里并没有孩子 指挥部接到汇报后 再次做出判断 人质家家 应该就在村口的院子里 解救时间 重新确定在凌晨一点 解救人质 抓住这个民论 想要一会 这个民论在这指挥部 进行蹬 视野不吭声 当时都蹬 蹬 蹬 那时听到了 仔细心脏 都听了 听见仔细心脏的调动 凌晨一点钟 抓捕行动开始 侦察员上了墙 手电筒一照 他们看到了院子里 停了一辆桑塔纳脚车 拿手电 咱冲了那个车 排照一照 发现这辆车 就是实施绑架 小孩的那辆 住完车辆 就在这个同时 我在墙上 隐约地 就看到这个房子的 东侧屋里 有这个手机的亮光 马上说 推动 当时这个闲人 就扭头 从后边窗户 跳出去 然后我们 为了确保这个人质的安全 首先解救这个人质 我们马上下去 接下来的一段画面 急于救人的警察 没有来得及 用手机拍摄 后来 他们在这个房间里 找到了家家 嫌疑人是把小孩 用胶带 还有那个绳子 捆绑 这个小孩 当时自己 把这个胶带 绳子解开了 但是小孩 因为这个嫌疑人 威脅过小孩 小孩也不敢 乱动 就在地上坐 咱首先到那以后 就是看看小孩 有没有伤 有没有受到这个伤害 然后确定以后 这人是没有被这个伤害过 咱那个民间 心里也挺高兴的 挺成功的 解救了这个认质 就是把这个东西 给他 那边浇饭 摸击 现场 发现这个作案用的 假发 眼镜 这一类的 什么东西 刚才从那跳出去 从这跳出去 从哪跑 你这样 我看不清 在后边 从这发过来 发过来 脚过来 你先 不是步步的 哎 夫妻 你步他一件 要砍 别害怕 没事 拿了 因为当时咱们 这个现场 抓捕的民警 整个把这个 这个这个房子 房前房后 都已经都 都布供好了 闲人 他跑 他肯定是跑不了 然后我们确定 小孩解救出来以后 就是每个房间 每个房间 搜他 这是一步 这是一步 那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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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边 这里边 那你抽 你抽 你抽 你把气 他跑不拉 就在那里 先让我胜 先让我撕 Backing 后边路人没人c 第一句话 其实是啥 咱们抓人的时候 人家喊抢劫了 抢劫了 这一喊 你还喊抢劫了 你不知道啥事 我不知道 就是了 然后行行 别在现场了 你该带走 从街道报案到解救人质 警方用了大约25个小时 嘉嘉被解救之后 警方马上通知了 另外两组侦察员 对朱俊忠和程长山 同时展开抓捕 在朱俊忠家的楼下 侦察员早已做好了准备 楼前楼后都要有人 因为爬上从窗户跳下 楼前有楼后的 所以我们把人员都不知道 楼后有五个人 楼前里边也有五六个人 其他人员 十几二十个人都上楼 我们也是毫不犹豫的 直接冲到朱俊忠 所居住的这个楼城 通过这个化妆城物业 人员的这个民营 进去敲门 找这个比较有经验的民营 而且是讲这个邯郸 本地话 这个口音特别浓的 去敲门 我无意的 楼下楼谁来 你给我开门 我看看 肯定是你这楼 楼下楼都画画了 你给我开门 我看看 楼下楼 你楼到楼下了 你开门 我看看 朱俊忠落网的同时 在宾馆对成长山的抓捕 也在进行 我和其他实时抓捕的民警 上到24楼 这个通过楼层服务员 拿过门禁卡 这个 开门很顺利 他当时也没有上反锁 在家家被解救之后 警方很快通过电话 告诉了指导员杨晓冬 杨晓冬马上把消息 转告了家家的父母 杨晓冬说的话 假的在我听了 在一辈子我都忘不了 那个场景 过来拿电话 跑到这 孩子成功被解救了 电话刚打过来 孩子下来 孩子下来 当时的心情 确实有女人 就是真没法干 没法表达了 就是坐在那 可能说不出话了 海星的就是 好 好 好 这又说了 这又说了 我觉得那个心里面 真是 真是我高兴的 也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 这辈子都忘不了 转教主 就汇报 认知找到了 给你干事 这就 当时我记得非常激动 拍那个桌子 那个板上边 一拍我 醒了 成功了 非常激动 都站起来的 大约凌晨三点半 家家的父母 走进了公安局的这间屋子 他们的孩子就在眼前 ед了 在眼前 他已经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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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把 一把 在家 那个 要 一把 你商量的 比较 这是在本案中被警察从家里带走的那个朱俊中,这是当时带着假发把家家推上车的那个城长山。 这是在朱俊中自建房屋里看守着家家被警察发现后企图逃跑的朱俊峰。 朱俊峰已经不是出犯了,之前曾因盗窃被判处过无期徒刑。 减刑释放之后,只有两年多的功夫,他就又参与了这期绑架。 朱俊峰交代,他和朱俊中以及城长山都是老乡。 之前朱俊峰和朱俊中听说家家的父母家境富裕,所以起义绑架,后来叫上了城长山来一起作案。 跟朱俊峰一样,城长山也因为盗窃罪被判处过无期徒刑,减刑之后刚刚被释放回家。 他当时在公地上都会打电话,谁给你打电话? 出秀峰。 他打电话是什么? 他当时说就是朱俊院有个小孩,我们都听一个多月了,听一个月了,都说得好,沙东都说得好。 面对公安机关的审讯,朱俊中百般抵赖。 警方的审讯工作仍然在继续。 然而本案当中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这个被绑架的小男孩,九岁的家家。 他曾经被绑匪关在一间屋子里,绑匪和他还有过一段对话。 面对绑匪的提问,家家都是怎么回答的呢? 当未成年人遇到这种危险情况的时候,该如何应对呢? 绑匪的不断在问孩子,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他说,我爸爸是卖冰棍的。 我说,你为什么说是卖冰棍的? 你爸爸是干什么的? 托我爸爸是卖冰棍的。 我说,你为什么这么说? 我怕这个绑匪给我爸要钱。 虽然绑匪事先已经大概了解到,家家的父母应该是比较富裕的, 但是家境到底怎样,他们并不确切知道。 警方认为,孩子这样回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麻痹绑匪, 给绑匪造成一种判断的混乱,有利于为警方的解救争取时间。 这个家家在危难之时所表现出的机智,让指导员杨晓冬感到出乎意料。 那么,遇到危险的情况,又有多少孩子能够像家家这样的冷静和机智呢? 记者在小区和马路边曾经做过一些随机的采访。 你一个人遇到抢劫了,或者说被绑架了,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怪的? 不知道。 跑呗。 就跑是吧? 嗯。 那你又跑不过坏人怎么办啊? 这个呢? 那才要树上。 才要树上啊。 那你不会爬树呢怎么办? 这那个坏人走的时候,一直这样缩绑,然后趁机逃跑。 那我没没没遇到,我真的不知道。 被绑住的时候,先咬着他的手,然后就是踹他的小耳朵,踹然后里头就该跑。 童言无忌,孩子们的回答比较天真。 那么成熟的大人们又是什么反应呢? 在没有遥遇的情况下,我赶快看看附近哪有叔叔啊,以后赶往叔叔啊,人家跑。 那就得随机应变了,机智一点,不要强行的。 这小孩不需要到人特别少的地方去。 我说你要趁着点气,不要乱说,不搞他说电话号码。 遇到绑架了? 对。 哎呀,我真没想过。 在邯郸,家家所住的那个小区里,知道这个案子的人都佩服这个孩子遇事冷静。 他们的未成年人遇到危险,应该如何应对也是见仁见智的。 那么遇到像家家的这种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 其实专家已经总结出了许多办法。 我们有这么一个小的歌谣,叫斗智斗勇,智为先,多听多看即新见。 那么也就是说呢,绑匪一旦把你绑了以后,你跟他,你是个弱者,是吧? 那你要斗智斗勇,但是呢,要斗智为主。 因为你是孩子嘛,多听多看即新见。 就是比如说绑匪用什么车绑你,你住的什么地方,比如说你听在旁边,比如说有鹅叫,那就是在农村。 下面两句是,要吃要喝,足睡觉,争取同情适度谈。 就是说一旦被绑匪绑了以后,不要害怕,这个时候你就说,叔叔你有吃的吗?叔叔你有喝的吗? 该睡觉的时候睡觉,这要告诉孩子们,争取同情适度谈。 你像这个孩子在这个绑匪的整个的谈话之中,他并没有跟绑匪枪着,是吧? 我们很多案例最后成功,都是因为他呢,和绑匪之间有一个可以沟通的对话。 比如说,你们家有没有小孩啊?你们家小孩是不是要上学啊?等等。 最后呢,是,学会留下小标记,拔腿就跑要果断。 要告诉我们的孩子啊,就是说,当绑匪绑你的瞬间,你手里有什么扔什么。 比如说我们上学的时候,坏蛋,比如说车你来,跟你往这一拽,然后你手就把书包扔上去。 你把书包扔上去,爸妈妈知道你在这儿被绑了。 最后一句话是,拔腿就跑要果断。 我们有一个小孩啊,是被绑了,被坏蛋绑在三轮车上。 结果这个三轮车呢,这个坏蛋呢,骑着骑着,前面是红绿灯,红灯一亮。 那个三轮车一刹车,这小孩特别果断,蹬一下,从三轮车上就跳来了,拔腿就跑,就逃脱成功。 我们的记者在街头采访的时候发现,大部分的家长或者孩子,或多或少的对未成年人的安全保护都有一些了解。 但是还有一些家长总觉得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他们的身上,对此掉以轻心。 其实话说回来,本案的受害人,家家的父母,他们又何曾想过这种事会落在他们头上呢?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